副市長 蔡秉柯副市長 主席市第八屆立法委員 楊琼英立委 請掌聲歡迎兩位 我想這是一個榮譽的時刻 她先給我握手表示她會講得很好 給她一個掌聲給我們再一次 我們想要感謝大家同步的來關心這個議題 要發起在氣象站裡頭 做空氣污染品質的一個播報 就成為我們每天所看到的指揮線到底是多少 溫度到底是多少 我們怎麼樣穿衣服才能夠出門 我們怎麼樣讓我們的天空能夠看到藍天 這是我們非常希望的一件事情 我感謝我們協會默默地在推動 而且經過大家大力地在推動 所以在教育方面 究竟要怎麼樣能夠從根做起 我想一下20分鐘的這個講演是非常非常精彩 也就是在我們自己的家鄉台中市空屋管制 具體的做法與願景請掌聲 謝謝我們敬愛的主持人 楊宗楊立文 今天的大會主持人楊理事長 各位先進 我很榮幸今天能夠來參加這樣的盛會 那剛才也非常難得能夠虔誠來聆聽我們林立文 非常寶貴的意見 我想針對剛才的林立文的這個報告裡頭 還有一些回應當中 我簡單的大概提一幾件事情 各位被發現到林委員在對台中市有很多的期許 那如果說能夠把這些也在中央 在立法院那麼來向中央來爭取 我相信對市政的建設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剛才我已經所提到的 特別是在經費方面能夠來幫我們繼續來爭取 那當然楊雄英 楊立文 更是對我們市政的經費的爭取不以瑜伽 第二個是我們這兩年 這兩年還都試在整個對環境 對低碳這個一體上面 那我們很努力的來加入國際性的組織 那目前除了加入地方環境行動國際委員會 就是伊肯尼 那我跟陳錦黃 陳教授等等 我們也在六月間也到巴西參與了這個國際性的會議 那另外也到禮約參加REAL 20的活動 所以我想台中市在參與國際的地方環境這方面的項目 那另外我們最近也已經正式申請加入全球市長氣候變遷委員會 所以剛才林委員特別提到說台中市 我們應該要積極的來跟國際做接軌 其次是有關低碳城市的經費 今天包括林委員 楊委員都在場 那我已經用這個機會簡單跟各位報告一下 行政院在整個所謂的建立一個低碳家園這個部分 他的確有提出一個這樣的計畫 從第一階段的低碳社區 全台灣選出52個低碳社區 從99年就開始推動 第二階段是到103年要完成低碳示範城市4加2 就是本島有4個低碳示範城市 另外離島有2個 然後到第三階段109年要完成的是低碳生活圈 這是整套的計畫 所以在整套計畫當中 那麼提出了這樣的構想之後 的的確確對低碳示範城市 有異估300億的經費 這些不是我們自己創的 即使所有的文件資料都在 那後來我想中央的經費 同樣面臨越來越困難 尤其是這種計畫型的經費 如果沒有在經建費裡面 把它缺下來的話 其實你一個部費的經費 要去籌到這麼多的錢是不容易的 也因此而造成的 大家所了解的 我們對於中央所承諾的經費 沒有辦法來挹注地方 我們在這個地方覺得說 我們在推動上的確碰到一些困難 但是我跟各位報告的就是說 低碳示範城市的經費 的的確確 是中央在做臨選之前已經有這樣的一個規劃 只是後來沒有辦法 確實按照這個機會來執行 所以我想這並不適合我們台中市去誇大這個事情 我想所有資料都非常的清楚 但是我們也不會因為這樣子 就停止了我們低碳示範城市這個部門的努力 所以我今天為什麼來這邊報告 某種原因是因為我們台中市已經是成為全國台灣本島裡頭 四個低碳城市之一 那我們也正式的成立了低碳示範 低碳城市的推動委員會 那由市長來擔任主任委員 那我是副主任委員兼我們低碳推動辦公室的主任 所以我覺得我得無旁貸 應該來聽各位做這樣的報告 第三個是剛才我們大甲高官的老師所提到的校車及公車 公車及校車 就是我們已經開始往外面再思考了 當然你要說一件事情要很短的時間去打緊 是不太可疑的 但是這個方向是對的 也就是說我們希望能夠減少家長接送 而能夠用公車來替代 而怎麼樣能夠把這個路網能夠建構好 就是要一步一步來做 那現在在這個學期當中已經有幾條路線 我們已經推出來了 希望很快的把戴陶路市的公車跟校車 你都把它結合在一起 這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好我想接下來的時間非常有限 那今天我有責任來讓各位了解一下 到底我們台中市整個空氣 空污管制的具體做法 我們的情況是怎麼樣 讓各位做一個了解 那因為時間比較匆忙 我可能沒有辦法講得很詳細 那如果說各位對這些更專業的問題 還有一些疑問的話沒有關係 我們環保局主管科的科長 三科長也在場 所以他也可以跟各位做一些解釋 我的報告主要是分三個部分 一個是管制的目標跟願景 第二個是整個我們背景的情況 第三個是我們提出的一個策略跟做法 好各位看這個圖 這個整個表格裡面可以看出來說 我們整個管制目標 就像很多人講到台中市 就講到說台中的治安不好 好像一種印象台中自然不好 可是如果把台中市的治安的數據拿出來 就是五株第一 六株第一 也就是說那種實際的數字跟感覺之間有一些落差 我們必須承認就是說 我們台中市的整個的空氣 並不是非常的好 但是可能也沒有想像中那麼糟 那我們從這個表格裡面可以看出來 我這邊表格特別要跟各位講的就是說 整個從91年到現在101年 那麼行政內環保署它對於整個空氣污染 那麼符合空氣品質的標準 那麼都做一些監測 那麼做一些公布 以今年6月14號最新的公布 我們這裡面所列出來的 包括懸腐微粒 臭氧 澳氧化氧 二氧化氮 一氧化氮 一氧化氮等等 這些目前都已經是二級防治區 二級防治區 也就是說曾經我們在懸腐微粒跟臭氧的部分 曾經在三級的防護區 那現在已經做到二級防護區 那這個調整我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以懸腐微粒來講 台中市由三級提升為二級 我們是唯一的城市 唯一的城市 那調整之後的情況 三化以南到屏東縣仍然是三級 台中市以北及東部的縣市是二級 這是懸腐微粒 那臭氧的部分 那麼調整之後 調整之後除了高雄市跟屏東縣仍然為三級之外 那麼這次的調整台南市以北包含 台中市總共有七個縣市調整為二級 這是最新的資料 當然整個適用是以明年11號開始 來適用這樣的管制 接下來聽各位報告的是我想我們台中市擁有的整個優勢 包括地理位置 自然條件 生活品質 經濟發展 教育文化 執行 實力等等 我想這些優勢我就累過了 再來是各位看到我們的台中市的空氣品質 在這個力連空氣污染的指標 這是PSI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上面這個是空氣量力 就是空品的量力 空品的量力 那麼從這條線可以看出來 基本上它是呈現的 呈現的是一個趨勢 上面的是有越來越好的趨勢 它底下這個是空氣不量力 有越來越減少的趨勢 100年是0.7 是0.7 那我跟各位報告 在今年遠見雜誌2012年 全國地方政府競爭力的指標當中 100年的空品不量力的排名 我們台中市是五都當中最低的 也就是說在全國是排名第10 那相較於99年 我們已經改善了 1999年的時候 台中市是五都的排名第3 接下來是有關歷年污染物 這個濃度變化的趨勢 這裡面我們以最後這個是100年 最後這個表示100年 那麼從92年這樣一路看下來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PM10是歷年最低 那PM2.5比99年累高一點 那麼歐水是小時平均 僅高於97年 NO2是歷年最低 SO2是僅高於92年 我想從這個整個數據的呈現 給各位做一個了解 接下來是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環境負荷的說明 整個大台東市的環境負荷 呈現什麼樣的現象 第一個負荷是人口的變化的趨勢 臺灣在那邊的少數嘛 臺中整個人口還在成長 那麼以100年到100年 我們總人口數是266萬.43 那麼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203的 好那我跟各位報告 以今年到8月底的數據 我們大台東市的人口又成長到 266萬7876人 266萬7876人 又比在100年體的時候人數又增加了 所以目前我們大台東市的整個 環境負荷是在六都當中 那麼我們僅次於高雄 我們是第二大的一個土地 那人口的話呢 我們是第三 那第三是僅次於新北市高雄市 那以目前的成長比例 我們很快有機會會超高啦 港北當然不容易 但是目前高雄大概272萬人 所以差距就不大了 這是我們第一個可能產生的負荷 第二個負荷是我們車輛變化的趨勢 車輛變化的趨勢到100年 那麼車輛總數已經達到267.96萬輛 也就是說我們的車輛 那麼比人口數還多 那車輛的密度是 這個每平方公里 1210.96萬輛 就是車輛的部分 接下來是工廠的變化 工廠的變化的確 我們到100年又增加到了16160家的一個工廠 那成長的比例是805% 那顯示我們中部地區 這些整個工廠是增加的 那整個登記的工廠數全果是第二 全果第二 五度也是第二 僅次於高雄市 那我繼續講 我這樣把握時間 那接下來是營建工地的變化趨勢 營建工地的變化趨勢到100年 99年的時候是9755 99年的時候 那100年是9141 稍微減少一點點 稍微減少一點點 不過就是說 第一級跟第二級工地數合計 全果第一 五度也是第一 就是有關營建工地的部分 那我繼續講 你就努力一下 那接下來是玄虎為例 接下來要跟各位報告的是 污染的負荷的說明 剛才我講的是環境的負荷 接下來是污染的負荷 因為這需要一點數據 在污染的負荷這個部分 因為沒有數據 我這樣練的話 對各位來講可能 那也許我就把這個顧問稍微剪一下 那我現在跟各位直接跳到下一個問題 就是說目前我們空氣污染管制的策略跟作法 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面臨的三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一切重大開發案 交通運輸持續的增加 空氣污染排放負荷 那當然這個部分是會增加的 這是第一個 我們面對的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民眾 民眾期望日益陰切 所以對整個生活的一個品質的提升 當然有更多的要求 所以有關在陳情的案件已經在增加 第三個是面對的問題是未來 就是目前所面對的新興議題 包括溫室效應 那麼PM2.5 有足空氣污染物的複雜度就越來越高 這是我們目前所面對的三大問題 那當然面對這些問題 我們其實都提出了一些策略在進行當中 那我們管制面是依照區域的特性 分級分區來做管制 那麼至於說開發的議題的話 包括 可以了嗎 各位手上有沒有資料 沒有 只有摘要而已 那如果只有摘要的話 因為這裡面都很多需要有數據 那如果摘要是不是 我們看一下摘要當中 我們針對這些有四個策略 第一個策略是固定污染源的管制 固定污染源的管制 那麼總共有11項 有11項在進行 那移動污染源的管制有5項在進行 液散污染源的管制有8項 綜合性的管制有4項 我想這個部分在書面之下裡面有 我就不詳細的講 好 我跟各位報告 在固定污染源的管制上面 我們已經把電力設施加顏標準 這個就是剛才林偉提到說 火力化電廠的部分 另外在鋼鐵業的加顏標準也公告了 六架弱的加顏標準也公告了 那有一項是固定源的異味加顏標準 這是特定的旗語 就是針對我們東海大學的部分 那麼的確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還在做加顏的管制當中 還在進行 就是有關固定污染源 好 異善污染源的部分 那麼我們透過街道陽城分區的一個洗刷作業 來做改善 那另外一個異善污染源就是有關綠色工地的部分 綠色工地以台中市的所謂綠為理 是全國首創的 那這個部分我想有很多我們在這個綠工地的部分 綠色工地再繼續來加顏 那另外還有一個兩大河川的一個兩層的部分 一個是監設系統設在大甲溪的風遮體房 那麼大安溪是設在林風沙市場 來架設相關的這些監測 那麼來改善可觀易善遠的部分 好 接下來我想最重要的來到交通的部分 交通的部分剛才大家都很關心說 我們是不是整個怎麼樣來建構大台中市的 整個交通的一個網絡 今天當然時間非常有限 我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整個大台中市整個交通 從TTJ到BRT到大東捷運系統 其實我們採取的一個步驟 這個步驟就是怎麼樣能夠去增加 搭乘大眾捷運的這樣的人口 培養這樣的人口 其實搭乘大眾捷運系統必須要養成一個習慣 我想高雄的經驗各位應該可以來做一個思考 如果你沒有真正養成一個習慣的話 你即使你建構了這樣的系統 不一定民眾會去達成的 所以我們在有限的經費 還有考慮到時程 時間的壓力等等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說沒有能夠用地下的方式 而採取高價的一個MRT 然後現在又推出了我們BRT BRT所花的錢以及時程是比較少的 我們以期等待到要很長的時間 不如在比較短的時間內 可以就大眾的運輸系統能夠有所改善 我想這個部分的確是我們在做的思考 那當然更多的討論 我想可以的 大家可以提出大家的想法 那我要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在整個有關交通的顧問 我們台中市也做了一件事情 是全國第一個縣市 就是我們引進的電動車的一個市行業 電動車 我們今年度是第一個城市推出 那第一個城市推出 我們就推出了100輛的電動車 那這100輛電動車當中 有64輛作為公務之用 36輛作為民間來參與這樣的計畫 然後一開始就提出來所謂的適免 免牌照 免燃料 免充電費 免停車費 這些措施希望能夠達到這樣的一個效果 OK 回來了是嗎 我要怎麼跑到後面去 這個部位很重要 我想讓各位看一下最後的 你可以達到最後嗎 因為時間有限 所以我想 你可不可以達到那個 低碳城市 第二十二頁 從二十二頁 二十二頁 你可不可以看二十二頁 好 二十二頁這個地方 就是要來表達 就是說我們整個針對 整個針對這個移動員的管制 移動員管制基本上 就是跟交通最直接相關的 我們這些的策略裡頭 包括推動低汙染的工具 你是不是剛剛提到的所謂的 這個電動車的部位 那麼設置充電站 設置會站 然後來對於這個機車 我們繼續來補助來派換這個機車 然後作為公務機關 作為優先的示範 那麼讓民眾來對電動車產生一個興趣 然後最後當然要加強有關的先導 那下一頁是 這是民眾的感觸 這個地方 我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整個台東市的 大台東市的低碳 它絕對不是只有一個環保局在進行 事實上我們已經把整個大台東市的低碳 也設置了低碳的一個白皮書 然後在整個推動上面有一個願景 三個目標 六大行動計畫 以及所有機關共同來配合 那這個是一個整整合性的 也就是說我們透過低碳推動辦公室 那我擔任這個辦公室的主任 我們底下所有執行秘書 然後分組 來對整個大台東市的低碳 能夠有一個全盤性的一個掌握 這個就是大家很關心的 有關交通的問題 各位看到怎麼樣能夠透過我們三大的策略 減少私人印記 提升道路服務水準 印記的管理 然後有八大措施 這裡面剛才我們剛剛提到的 PPJ URT 最重要是七大目標 我們對於這些項目都設定了 到103連跟109連 我們要達成的目標 其實我覺得可以稍微跟各位報告一下 剛才也很關心到說自行車的部分 我們要到103連設置自行車的租輪站 然後希望能夠達到500個站 這樣已經在規劃這個自行車的租輪站 然後再來是有關自行車的這個設置的長度 我們希望能夠到500公里 就是103連又要提高到500公里 然後103連完成中港路的BRT 104連完成綠線的捷印 105連完成捷印的紅線等等 我想現已時間我就簡單講 接下來最後今天大家最關心的是PM2.5的部分 PM2.5的部分我想現在已經 大家對這個部分非常的重視 我們除了策略方面 我想會不會看各位看策略 PM2.5我們不是沒有策略的 我們從目前在進行的是基本的調查 能夠整體上做一個基本的調查 然後再來從移動污染源 跟固定污染源 跟液散污染的部分 然後提出一些策略來 總共有16項的管制策略 然後能夠來對PM2.5 等於說有所改善有所幫助 最後就是說總量管制的部分 我想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的目標都是一樣的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更整密的來對於這些總量能夠做管制 但是一個很直接的問題是 它馬上就影響到包括經濟建設這個部分 所以其實環保局跟經濟部跟相關的部會 在這個部分的協商的確是非常重要的 要找到一個共識 今天如果說整個我們環境的維護 然後對整個經濟的成長也帶來一些限制的時候 當然就必須要去做一些協商 所以就像說PM2.5 很多人都希望能夠以美國的那種水準來看待我們目前台灣 那事實上以現在來看是做不到的 可是你做不到當然要有一些努力的方向來達成 所以在整個標準的訂定上 的確我想大家非常關心 但是可能還是需要再繼續的再來努力 最後我想就用一個我們目前 目前在整個推動上面 希望能夠打造一個無碳無憂的以碳城市 來跟大家做努力 以上的報告也很聰明 那資料的呈現比較多 所以如果有比較簡略的地方 請大家都見諒 但是我想我們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我們希望跟大家繼續努力 然後也有機會 由各位的很飽和的意見 提供給市政府 我們來做市政府的參考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非常感謝我們的 之類的 那個 login